锅包肉在家怎么做才能外酥里嫩呢 今天我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上好的雷脊肉 这个雷脊肉咱们稍微给它冻一下 一会切的时候会特别好切 然后咱们把这个雷脊肉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 咱们把这个肉片切成和筷子尖一样的厚度就行 切好的肉片咱们给它放到清水当中 多给它泡一会儿 泡进里边的血水 泡好以后呢咱们给它捞出来 然后呢轻轻的攥进它的水分 再准备点这个葱丝 姜丝 胡萝卜丝 香菜 还有这个蒜片 加入少许的净盐喂下底烤 再来少许的料酒呢去去它的腥味 然后呢咱们加入这个土豆淀粉 你一斤的肉的话你就放八两的土豆淀粉 咱们再给它加入清水 这个水呀便一次性加够 分两到三次去加 加什么 咱们在抓糊的时候呢 给它抓成这种干细度 成酸奶状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放一勺食用油 抓匀以后备用 接下来咱们起锅多烧点油 油太少了一会儿炸的时候它会粘在一起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有的老铁不知道油温五成热是多少 大葱王力茶冒泡就可以了 老铁们这个肉下锅以后啊 咱们不要着急的去翻弄它 给它个十几秒的定型时间 等它定型了呢 你一敲然后它就散了 这个肉啊下锅以后呢 第一遍咱们给它炸定型呢 就给它捞出来控油 油温升高以后呢锅包肉复炸一次 这样做出来的锅包肉才能外酥里嫩 迅速的把外边的淀粉给它炸焦了 咱们呢就可以给它捞出来控油了 锅里边呢留少许的底油 放入葱丝姜丝还有蒜片 小火给它炒香呢 来一大勺白糖 然后呢这个九度米醋给它来上大半勺 少来点精盐 给它综合一下糖和醋的味道 少许的老抽调个颜色 熬至这个汤汁粘稠以后呢 放入锅包肉还有胡萝卜丝和香菜 迅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这个锅包肉啊 你就像我这么做呀 那是老好吃了 最后啊我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呀 说不上对您还真有点用 美食制作完成老好吃了 感谢大家支持